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 161例感染来源正在调查中 该州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035例 因新冠死亡人数升至162人 目前有538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42人在重症监护室 自新冠大流行以来 今天是澳大利亚疫情死亡数最高的一天 澳大利亚副首席医学官基德教授表示 虽然大多数死亡病例都是老年人 但是这也提醒了我们新冠病毒的致命性 他同时表示 由于限制和维州居民行为的变化 未来几天内这些数字可能会更高 然后才会开始下降 联邦政府今天宣布了 对维州各幼托中心的支持政策 政府将允许维州的父母 保留孩子在幼教机构的注册状态 即使孩子待在家里 也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维州的父母将在得到30天的 允许孩子缺勤时间 政府同时敦促各幼教机构免除向家长收的差额费 政府还将直接向幼教业经营者提供追加补助 他们的收益将保持在疫情前收益水平的80%至85% 新冠大流行初期 联邦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退出免费幼托计划 但该计划之后终止 根据维州政府日前宣布的工作场所限制令 大墨尔本地区的幼托中心将关闭六州 只有弱势儿童和关键工作岗位人员子女 可以继续享受幼托服务 新州州长今天宣布 自维州入境新州的旅客需自费在酒店内 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 此外 如果入境者并不居住在新维两州 只能搭乘飞机从悉尼机场入境 居住在边境社区的人将依旧采用现有的入境法规制度 新法规将从周五凌晨开始生效 贝雷吉克利安表示 围绕冠状病毒的卫生建议总是在不断变化 目前是应该对来自维州的入境者进行限制的时候了 我们不是一个岛屿 我们是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州 维州人是我们同胞 但那里的确诊数字居高不下 且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 与此同时 昆州州长宣布 从周六凌晨一点开始 昆士兰州将关闭与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领地的边境 除了极少数的豁免外 所有新州和首都领地的旅客都将被拒绝入境 返回的昆州居民需要自费隔离14天 昆州首席医疗官已经将新州和首都领地列为了疫情热点 只有边境社区的居民和必要的人员 如卡车司机等才会被允许入境昆州 对于边境社区居民 通行证将发给那些有地址证明和带照片的身份证明的人 本月底 昆州将会对该边境政策进行审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